叶淑伟 我说你是怎么把 这帮小麻烦给收服的呀 他们啊 可能还没女会惹麻烦呢 来 隔个下次再陪你们玩好不好 好 那走喽 来吧 跟王老师回家吧 来 走 你手怎么了 被小猫猫抓的 前几天幼儿园来了只流浪猫 一直待在后院 谁靠近他就抓谁 明天找人把他弄走 贝老师 你最会养小动物了 你就把小猫猫带走吧 要住我家可以 但是 不能养活的东西 不养活的 哥哥呀 你有没有兴趣 养一只小猫呀 哥哥呀 收养小猫猫吧 最近哥哥可能没有时间 你们还是交给贝老师来照顾吧 嗯 你意思是 可以养对不对 不许反悔啊 老师 小猫猫就在这儿 好吗 哥哥 你也要有兴趣 都拿走了 哎 不要伸手进去 会不会她抓伤呢 呢 喵 喵 哥哥你在和小猫猫讲话吗 对啊 我再告诉他不要害怕 我会带他去医院 然后带他回家 哥哥 你怎么听得懂他说什么 因为哥哥会猫语啊 好了小朋友们 哥哥姐带他们先去医院 我们跟王老师先回去上课吧 那等下 那等下猫猫好了 我们可以去医院看他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 但是你们要听王老师的话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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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的报恩 你也挺会和小朋友 你以为只有你会哄小孩吗 你以为只有你会哄小孩吗 乖 乖 谢谢 走吧 好 我们到家啦 从此以后 也就是一个有家的小妙婆啦 打得这也喜香香啦 现在咱们美美的 把点给我 快去收拾啊 乖 乖 那个笼子是给他睡觉用的 你就放到后面吧 厨房前面 里面有两个盆子 一个是吃饭用的 一个是喝水用的 就放他家旁边嘛 记得要定时给他剪指甲 还要教他怎么用猫抓板 要是他抓回东西的话 你要赔哦 还有那个猫杀 一天要清洗两次 不要让家里有任何异味 还有啊 里面 哎 我成功地成为了一名猫奴 哎 接回来一个小祖宗 既然你决定要养了 就要承担起责任了 一文 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 叫猫不就好了吗 叫猫不就好了吗 妈 可真无趣 之前让那么多只猫 他怎么知道也得叫他 叫你人好不好 人 那 那叫狗就好了 这样他就不会搞错了 咱们不理这个怪叔叔啊 咱们不理这个怪叔叔啊 是我把你借回来的啊 所以你要跟我信对不对 叫贝 叫贝 贝克汉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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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是不是不是 贝多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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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呜了一下 叫贝多芬 贝多芬 贝多芬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这个赞助案子最大的问题 就是高风险 一档素人的真人秀节目 不可控的各种因素太多了 并且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于 我们每一对参与节目的素人嘉宾 因为他们任何一个人 一旦出现问题 都会让我们的赞助收益大打折扣 莫姨姐 还是刚刚那个三分零六秒 再往前一点 对 可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快要找到阿萨德了吗 好 我现在就来 刚才我提起的那个叫阿萨德的人 就是恐怖分子其中一个小头目 希望能在他口中 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吧 除了阿萨德之外 我们还在寻找一个胖子 他也是头目之一 可惜的是 我们暂时没有他任何消息 包括姓名 我打赌 踩在尸体上的感觉 应该不是很好吧 你这句话的感觉不太对吧 我打赌 可是我觉得他前面是跟他 前面是跟他差不多的 前面是跟他差不多的 好 我打赌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我们一会儿再继续 我打赌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好 上次我提出 贝尔多他们那对嘉宾有问题 不知道梁叔叔看报告看得如何了 露露 你的报告做得不错 只是我看这两个嘉宾的数据 虽然在新的一期有下跌